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 很多新手朋友们在说 在使用AI工具绘图的时候 不知道如何写提示词 比如说用我们的AI拉斗该如何去写提示词 才能绘出来这样一些好看的图片 还有包括如何写提示词 用我们的米尖利来绘图 在写提示词这个上面 很多新手朋友就卡住了 其实写提示词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同样还是使用AI工具 不需要你去想 真的不需要你去想 你只需要懂得方法就可以了 今天小鱼儿就教大家一个写提示词的方法 同样我们电脑上面或者手机上面 必须要有两个工具 一个是你绘图的一个软件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GPT 在这里给大家看一下 恰的GPT 它是一个专门拿来写故事写文案 写提示词的一个软件 非常非常的好用 这边就是一个雷埃拉朵 等会的话我就会在这个里面来教大家如何写提示词 到这里面来生图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风格 比如说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像想要一个漫画的风格 还是想要一个写真的写实的一个人物 选择好了这个之后呢 其实雷埃拉朵是非常简单的 你只需要选择它的模型就可以了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选 很明显这个就是一个卡通的风格 这个是一个 你根据它的这个头像 你根据它的这个图片 你就能判断出来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模型 我们可以挑选一下 比如说我们要一个动漫的 想要一个这种风格的 我们就直接点进来 我们就来到了这个页面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在这上面填写一下提示词 提示词 这个时候我就要教大家 如何写提示词了 我们来到我们的 恰的GPT 给它一个身份 这个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一定要先给它一个身份 假设你现在是一个 现在是提词生成器 这边说假设你现在是提词生成器 我要根据你的提词 以及描述去生成图片 我给的主题是家里出现了 一只卡通的猫 我们就直接发送 我们直接把这个描述词 我们让它直接翻译成英文 把我们把这个 因为我们这边做图的话 最好都是用英语 把这个单贴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这边看一下这里尺寸 张数你可以选 选三张 四张都可以 这里要多大成多大的 这个地方可以选一下 这里可以选择16比9的 16比9 16比9的 这个可以稍微调的高一点 可以了 我们这边直接点生成 看一下 这个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森林里面出现了一只狐狸 这里出现了两只 这个都不影响 这个效果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边图片就已经生成出来 我把上面这个让它在 把我们这边粘贴一下 把这个描述词直接粘贴到这里 我们直接点生成 这边用了四个 四个积分 四个定牌 这里之前给大家讲过 这个雷亚拉多是可以免费绘图的 一共有每天有150积分 你这样 我们新手朋友用用是足够的 这个图片还可以吧 朋友们看一下 虽然说 这个猫确实有点可爱 是个花猫 背景是一个房间 确实房间也有了 这边它站在一个有点像一个窗台上 这是一只狐狸 我这边就教大家做两个 我再返回来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描述词该怎么写 我们新手朋友们可以认真看一下这个地方 其实特别简单 首先给GPT一个身份 就假设你现在是提词生成器 我要根据你的提词以及描述去生成图片 我给的主题是 森林里出现了一只狡猾的狐狸 它首先有了一个主题 森林里出现了狐狸 它会把这个狐狸的外形 外貌特征这些 把它描述一下 最后是背景 背景是树木 对不对 森林 有灵迹 有一些什么枯枝落叶之类的 这是背景 情节 狐狸灵活的穿梭在树木 尾巴在动 它就把它结合起来了 把它结合描述出来了 我们直接 只要让它帮我们翻译成英文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这边绘图就可以了 只要学会用GPT的话 你想要让它给你描述什么都可以 你只要给它一个主题 或者给它一个主题 比如说你要画个人 你就说你要画个什么人 卡通的人还是写实的 还是一些什么风格的人 就可以了 写提示词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朋友们 这边的话 今天就简单的给大家讲到这里 还有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大家可以在下面给小鱼留言 喜欢小鱼的 记得关注小鱼AI技术学堂 记得一定要订阅小鱼 想要看其他视频是怎么做的 或者其他工具怎么样使用的 大家可以点击我的视频进去看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